轻度的一个长化呢 我们指的就是它的一个 轻度的一个不点心增生 或者是一个低级别上肥的一个流变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 它还没有达到一个 癌变的一个地步 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都是有的 比如说你的饮食不规律于 慢性的一个肠病肠炎 这些呢如果你去除的诱因 然后呢是可以逆转 这个轻度的不点心增生 或者低级别的上肥的流变 但是这个需要定期的观察 因为有一些这些 就算你用了药物以后啊 它也会转为中级别或者高级别 如果到了高级别 我们认为它就是一个早期的一个癌症了 所以说这个如果出现低级别的流变 的话要尽早的治疗 把它能够逆转回来 阻断它 不让它恶变 如果它逆转回来了 那它就变成了正常组织了 它就是一个良性疾病了 对人的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无论你从胃进还是肠进 发现了胃的或者肠的这些变化 还是要尽早的就医 按规律的治疗 药物就足够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